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年会 很高兴也很荣幸 也很期待 因为这一次是着重在产业链的两岸的融合跟交流 也是供应面方面会有很多机会 我相信对我们这些台商 包括年轻的台青们 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 跟去做交流 还有找出新的商机 这几年非常遗憾 两岸的交流 包括经济也好 人文也好 各方面受到了比较大的阻挠 我们也希望在明年能够有一片新的气象 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交流更加的沟通 各方面的商业活动都能够回到一次前 这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境界 那也这样子更好地让我们的台湾同胞 包括两岸的中国人民 都能够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 跟挣钱的机会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